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解的主題是 民法對未成年人之保障 藉由相關規定 我們要來看 立法者應該在什麼樣的 各式各樣的法義之間做抉擇 當他在做抉擇的時候 他就猶如走在鋼索上的人 必須保持平衡 以免掉落失敗 在進入我們的主題案例之前 我想先引用法國詩人 阿爾逢斯卡爾先生的一句話 作為本單元的核心軸線 有人抱怨因為玫瑰有刺 有人感謝因為刺上有玫瑰 青少年 未成年人就如同美麗的玫瑰花 這些玫瑰花 雖然美麗但是脆弱 因此 需要有刺來保護它 這是 大自然的設計 我們如果從刺的角度來看 我們會抱怨 因為 很不方便 再等一下我們的法律 內容介紹 的時候 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對 年輕人的保護機制 其實就 像玫瑰花的刺一樣 有時候會給社會 其他人或者 給這一位 青少年帶來一些 不自由 不方便 他們可以抱怨 為什麼要有這一些限制 如同玫瑰花的刺 但是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些刺的存在是重要的 有這些刺的保護 玫瑰花才不會任意被吹責 所以 從保護青少年的角度來看 我們應該要感謝 感謝有刺的保護 刺上面能夠 好好的長出 美麗的 玫瑰花 法律 常常是在不同的觀點 得到平衡 所以我們法律人也常常在 法律的 平衡 互相退讓當中 培養一種 寬容 包含的 涵養 法律不僅僅是斤斤計較 法律常常是有 退讓寬容的空間的 如同 這樣的詞句 我個人非常喜歡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我們的案例 我先把這個案例念一下 某甲為極父愛心之18歲大一學生 未經其父母同意用零用錢買彩券 幸運得獎新台幣300萬元整 未經其父母同意 將課稅後所得之全部款項 捐贈給某A財團法人 請問 假知法律行為 效力如何 18歲以上能夠買彩券 中獎之後 經過課稅 其餘的錢 就可以由這位18歲的 學生所得 捐贈本來是很好的 但是他把這大筆款項捐贈出去 可能 引發什麼樣的效果呢 如果我們是他的父母 我們會不會覺得為什麼都不跟我說一下 全部的幾百萬就捐出去呢 好 我們來看接下來的教材 相關的層面當然有可能是我剛才所說的生活層面 父母親會有什麼樣的情緒反應 好一點的 可能 就是覺得有點委屈 為什麼你不跟我說一下 好一點的 更好一點的 很可能就是非常高興 我的小孩有獨立自主的能力 而且賦予愛心 如果最等而下之的 在 我小時候 很可能 父母一時情急先給他兩巴掌 說為什麼都不跟我說一下 至少也分我一半吧 打他幾巴掌 然後叫他去把錢要回來 這邊就牽涉到教養方式 為什麼小孩子要把這些錢捐出去之前 都不先跟父母商量知會一下呢 這些情緒反應或者教養方式 很可惜 不是我們法律 全然能夠 管到的 法律並不是萬能的 在這樣的案例裡面 法律層面我們能關心的就是 這樣的捐贈是否有效 如果父母反對的話 是不是能夠向 A財團法人 請求返還 在這裡 就牽涉到 18歲各位都知道是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在法律上我們認為他是屬於弱勢者 他的弱勢 在於 他的知識 比成年人少一點 還有他的經驗 他的思慮 可能都是不足的 因此 在方才的 捐贈行為裡面 或者其他的 法律行為 社會行為當中 例如他去 購買一樣 價值高昂的 東西 或者他去租了 一間豪華別墅 這樣子的 日常生活或者說社會生活當中 可能產生的 法律效果 我們要直接認為 他做了就全部有效嗎 如果他做了 全部都有效 是不是有的時候 他的思慮不周 經驗不足 因此 會讓他蒙受極大的損失 或者讓他 負擔他承擔不起的 義務 如果我們要避免這個 等一下我們就會介紹 法律的設計 法律的設計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他的法定代理人 通常是父母的同意 如果父母不同意 他所做的法律行為 就無效 無效這件事情 其實 他會影響到的是 整個社會的交易安全 比方剛才的 A財團法人 如果那個捐贈無效 A財團法人 很高興他得到一大筆捐贈 但 馬上被要回去 這個就是我們所稱的 交易不安全 就是不穩定 還有 限制行為能力人也會覺得他的自由 受到限制 如果自由受到限制 有可能他會覺得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在 保護未成年人的時候 我們是以犧牲交易安全 犧牲未成年人的自由 作為代價的 這個犧牲 不能太超過 到令人無可忍受的程度 因此在兩者之間如何達到平衡 這就是 法律要 思考 立法者 要努力 達成的 也是我們這個單元 要介紹的內容 立法者 在第一層次的抉擇 就是原則性的抉擇 當然他是要保障 未成年人 所以未成年人的保障 原則上優先於交易安全 以及 未成年人的自由 在這裡 法律設計的保障制度 就是 行為能力 現在國家都有行為能力制度 他的定義是單獨 唯有效法律行為之資格 凡是不需要經過他人的同意 自己 能夠 形成有效的 法律效果 這個就是所謂的 單獨 唯有效的 法律行為之資格 法律行為在法律領域裡面 我們 常常會用 很多時間詳細的去講它 但在我們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的重點不在於法律行為本身 因此 我簡單向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社會裡面 每一天幾乎都在發生的 買賣行為 或者 租房子 租賃行為 搭 捷運 搭火車 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這一些旅客運送行為 旅客運送行為就是成立旅客運送契約 買賣契約 租賃契約 旅客運送契約 這一些 都是屬於 法律行為的範疇 當然法律行為 不只方才我們所舉的買賣等等的例子 但是為我們的 教材 各位能夠初步理解什麼是 法律行為最常發生的態樣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 我們的行為能力制度 仿造德國的立法力 我們要區分什麼樣的人有 絕對的行為能力 就是他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 他可以單獨為有效的法律行為 那麼我們的區分標準 有兩個標準 一個是用精神狀態 看他是不是精神狀態良好 經驗充足豐富 能夠獨立為有效的法律行為 但是如果要每一個人個別的去看他的 精神狀況是不是良好 那我們每次要判斷 這個是 很花功夫很花時間的 所以 這個是一個比較例外的 判斷基準 我們原則性的判斷基準 是用年齡來區分 七歲以下 是無行為能力人 也就是他不能夠做任何有效的 法律行為 如果今天有一位五歲的小孩 他要去 商店買衛生紙 或者甚至只是買一顆他要吃的糖果 這個買賣行為 因為 七歲以下的小孩子 不具備行為能力 所以縱然他去買了 回去他媽媽說不行 你不能買我不允許 這個時候媽媽就可以帶著他 或者媽媽自己把這個糖果 拿到商店去退貨還錢 小孩子在七歲以下他是沒有行為能力的 其次 是所謂的限制行為能力 滿七歲未滿二十歲的未婚之人 他 有一點行為能力 但是 也 不完全 因此稱為限制行為能力 我們 在整份講義的重點 其實是在限制行為能力這邊 那最後 有所謂的完全行為能力人 滿二十歲以上之人 或者 已婚的限制行為能力人 二十歲以上之人 我們認為他的知識經驗思慮能力 都充足了 已婚的限制行為能力人 因為他要過獨立的家庭生活 所以我們都賦予他完全行為能力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他去從事一個買賣行為 例如他買一棟房子 價值 八百萬 買錯了 完全行為能力人 他要對自己所有的法律行為負責 所以縱然他買貴了 買的地點不夠好 離他上班地方太遠 這些都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完全行為能力人 他對自己的行為 完全負責 那我們方才說了 無行為能力人 他所為的法律行為是無效的 所以父母能夠隨時更正 那麼 限制行為能力人呢 我們就往下來看 這裡我們的法律有比較複雜的 層次性的設計 在我們呈現文字之前 我們先來看我們這一個投影片的 配圖 這個玫瑰花 代表的是我們的未成年人 這裡有很明顯的刺 這個刺是用來保護玫瑰花的 這個刺 就是我們的行為能力制度 我們的行為能力制度 最主要規定在 民法第77條本文 7 歲以上未滿20歲的 未婚青年 也就是限制行為能力人 所為的 契約行為 原則上 按照這個條文的規定 應得到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他可以是事前的允許 也可以是事後的承認 例如 18 歲的少年 他要去買一棟 800 萬的房子 父母事先允許了 那麼他的買賣 就有效 或者他去買的時候 沒有徵得 父母的事前允許 買了之後 父母說買得好 我們 承認你的這一個行為 好 那這個買賣 也會有效 事前允許 事後承認 統稱同意 那如果父母不同意的話 事前沒有允許事後 也不承認 甚至積極表示反對 那麼這個契約就會 無效 好 所以我們再次強調 父母的同意 其實就像玫瑰花的刺 這個刺 有一點討厭 年輕人想要做什麼 未必 他去做了就有效 但是 這個刺 卻是用來保護我們的玫瑰花的 如果這個房子真的買貴了 如果這個房子真的 離他的上班地點或者上學地點太遠 是一個不恰當的房子 這個時候只要父母表示不同意 這個契約就無效 他就不用去付這800萬 買一棟不怎麼恰當的房子 所以他雖然有點討厭 可是 他也是保護玫瑰花 不可或缺的機制 以上 是立法者 原則性 第一優先性的 抉擇 也就是未成年人之保障 優先於未成年人之自由 優先於交易安全 方才那個買賣房子的契約 如果法定代理人不同意 就會無效 所以建商 他就會覺得 我到手的生意 沒有了 這個是犧牲交易安全 未成年人會覺得 阿公送我那麼多錢 我現在要買個房子都不行 還要受父母 處處的限制 他會覺得不自由 然而我們說 犧牲未成年人 某一些層次的自由 犧牲某一些層面的交易安全 他是用來保護 未成年人 免於 接受 他 不應該承擔的 義務 或者 不恰當的一些社會行為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